我們今天的panel就是關於AI和資安相關的一些議題 我們定名為人工智慧能否為人類指引網路工房的基石 主要想要帶出幾個點 第一個是在網路工房上面 其實攻擊者會用一些Machure Learning的方法 防禦者也會用一些Machure Learning的方法 所以在資安上面人工智慧或Machure Learning的一些技術 其實很常被使用的 第二個想要講的是說 其實不應該完全依靠人工智慧 而是他們產出的一些東西 是不是可以再回過頭來教我們人類一些東西 我們今天可以很高興我們邀請到了 我老闆就是Burnman 奧一智慧邱明章的共同創辦人 各位好 奧一邱明章 以及學長IBM Watson Research Center的陳皮玉博士 大家好 以及張哲嘉人工智慧的技術發展總監 大家好 在開始之後我想先花點時間讓他們可以分享一下說 我們有時間準備一些問答 首先當然是希望大家先分享一下最近做了自己做的自己的背景 然後自己在做哪些資安上面研究 對 大家簡單的分享一下 那不如就可以先開始嗎 大家好 我是來自人工智慧基金會 大家對這個名字可能比較不熟 但實際上它就是之前的台灣人工智慧學校 那目前我們在上個月底開始就是 停掉這個project 還給另外一個基金會來做 那這邊分享資安的研究 不敢說啦 因為其實我們比較主要的 topic 還是在人工智慧上面 那只是說 從我們的角度來看 那我們之前辦學校 是一個比較算成人教育 那推廣讓大家 讓企業都知道AI在做什麼 那做了兩三年之後 現在發現其實大家知道AI在幹嘛了 那但怎麼落地或者 落地的時候碰到什麼問題 像資安就是一個 在這裡面非常重要的一個問題 我今天醫院要怎麼樣做AI 我今天中小企業要怎麼做AI 我今天製造業要怎麼做AI 那這些就是牽扯到這個資安的問題 然後跟深層的這些 我們的演算法要怎麼設計 那所以就剛剛說的 我背景其實也不是資安的 那今天就是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 聊一下跟AI相關的東西這樣 好 謝謝哲嘉 其實我們就是像Burnman那邊 比較多就是從 它主要處理資訊安全領域的東西 那利用把AI的技術導入 所以對於把AI落地在資安 或落地在食物方面 那就可以先Burnman可以請 各位好 因為今天這個宽安定的題目 非常廣大 人工智慧 人類指引網路攻防基礎 連人類都出來 然後我覺得壓力很大 所以我們花了點時間 討論一下說這場到底要 往哪個方向來切 因為這方向很大 那我跟大家分享我的工作 我的工作最主要還是在 做資安事件調查 那我們是把用Machinery方法 再做像電腦的Log的分析 這資料上處理上來講都比 以往教科書上的那種 例子上來講是天差地別 因為我們知道大部分是Contextual的 就是說它可能有Sequential 然後又跟環境相關的Log 那這些Log的分析 不像以前判斷貓狗照片的Classify 那麼簡單 所以我們就花了很多的精神 在做這方面研究 希望能夠把這塊自動化之後 讓資安的反應速度提升 那現在還在努力 另外一方面對於機器學習本身 我的Model要怎麼Protect 或我機器學習的這個方面 有沒有什麼漏洞會被攻擊的 那陳平平學長是這方面的專家 所以我們也可以分享一下最近的研究 對 大家好 今天很開心有機會 正好從美國回來 可以來這邊參加這個盛會 我已經隔離結束了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那就是主要 我主要本職的研究 那個內容也是 其實是AI和機器學習相關的 但是我跟資訊安全有很多不解資源 比如說我售班做的研究 就是在研究 在電腦網路裡面的Malware 怎麼這樣傳播 然後怎麼樣發送解藥跟疫苗 那其實我們用的模型 其實跟現在預測武漢肺炎的模型 其實是一模一樣的 這是很有趣的事情 然後博班 我也是在做一些異常的網路檢測 相關的研究 那到IBM之後呢 我主要研究的重心 就是所謂的可信賴式的AI 就是我們都相信說在AI 真的要像剛剛講 要把AI落地的話 它除了在它的訓練環境準確以外 我們必須要考慮更多的層面 比如說它可不可以解釋它的行為 那怎麼樣保證公平性 怎麼樣保證這個 robustness 就是所謂的安全性 那還有就是AI也會受到一些法律的規範 比如說GDPR這些對AI模型還有資料的規範 那在這個狀況下 我們怎麼樣把AI真的變成一個產品 然後把它標準化 然後就是可以控制它 可以了解它 可以規範它 那這就是我主要在IBM研究的核心內容 好 謝謝 那我們再往下我們可以 對 好 我站在這邊比較方便 對 那當然在這一個論壇 我希望大家可以 因為來的人很多 可能對人工智慧或ML的研究 比較沒有概念 那在這邊大家可能比較看過一些比較新的研究 可以想說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哪些最新的研究看到的東西想跟大家分享 對 那 我先嗎 好 交給你了 好 那前幾天剛好看到一個研究 或許大家有看到 因為那是Facebook的研究 那Facebook做 一樣跟Google一樣做一個AR的眼鏡 就是擴真實境的眼鏡 那但其實眼鏡不是重點 因為它的眼鏡只是一個架子而已 它眼鏡上面放了很多個麥克風的Sensor 等於是麥克風陣列在你的眼鏡上面 那這個眼鏡的作用其實是 它可以程式化的去用AI的技術去amplify 一些你特定的聲音 比如說我今天就是想要卸聽Alan的聲音 Alan不見了 那它就會把Alan的聲音擴大 然後並且把背景噪音滤出 那其實這個聽起來很有趣 那也可能可以幫助一些 可能有聽力障礙的 或者比如說我們剛剛的那種 有一些Concode 那Concode可以把背景噪音滤出 那但是實際上它就是一個隱私權的一個 一個bridge嘛 就是我今天坐在隔壁桌 其實我聽得清楚 你講什麼我們聽得一清二楚 對 那這個也是 Remember大家就是AI在 我們剛剛講很多 一開始都是在電腦上面 都是在data上面 這些數位化的東西 那但是慢慢的就是走到真實實體的 就是我們 即使人在那個地方 我們也是會受到這些隱私權侵犯 而且是由AI造成的 好 我這邊跟分享一下 因為資安的領域其實很多 而且每個人想像中的資安都不一樣 那大部分在做 machinet用在資安領域大部分都要用惡意程式偵測 或者是說連線流量section的偵測 那另外一個其實對於現在銀行 或是剛剛講privacy issue很大的情況下 其實在privacy的偵測 在privacy的分析上面也非常有趣 比如說我看過一個talk 它是整理的是說對於privacy上的研究 有三種針對AI的一些攻擊的方法 一種叫做membership attack membership attack 就是說今天假設有一個服務 後面有一個machinet的模型在執行 然後它可以探測 這個machinet model 是曾經分析過某一個人的資料 我舉個例子 現在有一個在做比如說健康檢查的資安的模型 然後我經過分析 我可以知道它其實是看過新北市人的資料 然後我就可以猜得出來 它曾經存取過什麼資料 或是存取過 內部有 內部有沒有這個人的data 它怎麼做很簡單 就是說 我可以簡單暴力地去 try 每個人身份證 去輸入這個系統 然後看它的反應 如果我發現輸入的是F開頭的 它的反應都特別的精彩 或特別的有料 那我就可以用一些方法去推測 它可能看過某一特定人士的資料 所以在國外裡面來講 它就把社會安全碼去try那個系統 雖然model是個黑盒子 你應該某種程度能夠計算出來 是裡面包含某一個人的資料機率有多高 那這跟privacy有什麼關係呢 原因是因為GDP裡面可以 裡面有要求說 如果你的資料裡面有某人資料 那我們是可以選擇遺忘權 就是說你不能拿我的資料去training這個model 我要求你幫我刪掉 那這樣就很容易被人家知道說 其實你的資料是visit過某個dataset 就是叫做membership attack 第二個就是training data extraction 那這個更可怕的是說 透過某些方法的計算 可以知道你曾經分析過裡面資料的完整的內容 那這個比較困難達到 第三種是叫做model extraction 就是說我知道你的模型可能是用NLP的某某模型 那裡面的參數非常複雜 那透過一些實驗的方法探測觀測 然後來找出裡面模型可能的參數 那一旦參數被取出來 你的黑盒子就不再是黑盒子了 因為對手可以預測你的predict的結果 那你說這跟資安好像privacy有點遠 那其實你想像一下 我們在做惡意城市寫後門城市的人就知道 你有一個很有名的工具叫CCL 大陸寫的CCL 就是探測掃讀軟體有沒有下某個pattern 那這就是屬於這種攻擊的一部分 我在測試這個模型 掃讀軟體的pattern是黑盒子 對駭客來講是黑盒子 那我不斷來測試各種pattern的組合 我可以知道它裡面有某一個data的pattern在裡面 那這就是一種算是一種攻擊的應用 那我覺得這是通俗來講 我覺得對資安來講是一個很有趣的想法 因為privacy的資料跟資安model 黑盒子的一些關係 然後跟二億城市的關係 這是我覺得比較有趣跟大家分享 對 剛剛講CCL 是不是上一場也有講到馬勝豪分享的東西 也有講到這些pattern的部分 對 不過那一場我有一半都在睡覺 所以我不是 那其實這也是讓我想到 之前我在研究所做的一個部分研究 是說我想知道說一個WARF 它後面的規則是什麼樣 如果是一個攻擊者 那我可能用一些 就是State Machine的方法 去infer出到底它 它的model的材質素就是什麼樣子 那其實跟我們現在在做 去infer一個model在做什麼事情 其實某部分是非常類似的 因為很多的模型model 就是training完之後 它就是bix那邊不會動 那它會漸漸地洩漏出很多的情資情報出來 對 那駭客久了 能夠存 當然前提是駭客能夠存取這個model 然後觀測它 探測它 這個很重要 你要能夠存取到這個model 對 那平衡學長 所以剛剛我們的研究 或者是你對最近有沒有什麼有興趣的一些新的研究 都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對 那其實我要研究的核心 是希望把這個AI的模型 還有AI的這個技術變得更安全 然後更robust一點 但是通常要跟大家講 為什麼要做這個研究 我們通常要先講它多不安全 和多不robust 所以我們很常做研究 就是想辦法去攻擊一個AI的模型 那什麼叫攻擊 就是基本上我們會希望用一些方法去找到 這個AI模型的漏洞 或者是它的盲點 那AI模型 就是AI技術大家都很想要用AI 用在自己的這個產品 或是自己的生活中 也很期待 可是其實AI有它的局限 那大家一般都不太了解它的局限是什麼 那最明顯的局限就是它可能 因為你只給它 某一部分的訓練的數據去訓練 那它這個訓練數據如果不夠全面 不夠廣泛 這些AI訓練出來 可能就會有它的一些盲點存在 那比如說我們最近做的研究 就是我們設計了一些一個叫隱形斗篷的東西 那基本上我們就是設計一個T-shirt 然後也是一樣有一些特別的pattern 那你穿在路上走 那就可以不會被那些這些人臉辨識 或者是這種人的辨識系統偵測到 那就表示說AI會被某一些奇怪的pattern 或是無關緊要的pattern混淆 那它就認不出來 穿這個T-shirt的人其實是一個人 那同樣的情況在 比如說大家現在都講所謂的智慧家庭 你有智慧影響 或是大家每天都在跟Siri講話 那我們也做過一些研究就是 你可以放一個比如說周杰倫的歌曲 那你在裡面加一些非常非常小的這個噪聲 然後是人聽不出來的噪聲 那這些噪聲呢 三號被你這個智慧影響聽到以後 它就會理解為別的指令 比如說你在聽周杰倫 但是它其實在偷偷的把你們門打開 或者是把你的錢匯給別人 所以這些都是一些AI的這些盲點 或AI的漏洞 那了解這些漏洞的基本上就是 就是告訴大家說其實AI模型 並沒有我們想像中這麼的安全 或這麼的可以信賴 那某種程度就是因為 AI技術本身真的是一個黑盒子 我會說它真的是一個黑洞 就我們就把Data丟進去 然後模型就跑出來 那這個模型是怎麼訓練出來 它怎麼學到解決這個AI的任務 我們其實不知道 就我們不知道這個黑洞是到底怎麼形成 但我們就是利用這個黑洞去做機器學習 那這個其實就是跟傳統的 我會說跟傳統安全的研究比較不一樣 因為我們必須要處理這個學習的這個部分 然後除非我們完整的了解這個AI是怎麼學習 我們才有辦法把它變得安全 然後把它變得更可以信賴 好 那謝謝大家的分享 那所以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說 其實AI的部分 不是像大家想像中那麼安全 它自己 你在使用它的時候其實也是有一些風險 所以我們要持續的去多了解我們的model 或我們的這些系統它學到的是什麼 那接下來就為了讓 算是熱身完了 那接下來就是 為了讓大家比較具體的討論一下 我們有訂了一個簡單的情境 想要跟大家討論一下 那我們訂的一個情境是一些 Open Banking相關的情境 對那這樣子比較具體的題目 我們在上面做一些討論 對那我們的情境非常簡單 就是今天有一家銀行 那他因為想要去分析一些 使用者未來交易的一些頻率和金額 那可以方便他做一些金額的 這個資金的一些調用 所以他想跟學術單位合作 然後提供一些資料 包含一些我們user申請或交易的資料 然後想要去預測這些東西 對那當然在做 今天我們要討論 不是說怎麼做出這一個系統 而是說如果我們做出這個系統之後 那會有什麼樣的治安風險 對那所以也許我們首先可以先 大家可以先分享一下說 對於這樣的一個問題 要怎麼樣做 有哪些治安風險 那也只有我後面也寫到了 去識別化的問題 因為這些都是使用者的資料 那你要怎麼樣去做去識別化 有沒有辦法用自動化或人工的方法去進行 那想請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對這個問題的想法 對那剛剛都從這邊過來 還是從那邊過來 對頻率學長要不要先分享一下 對那我這邊可以分享一下 就是在我們訓練AI模型 真的它的關鍵 就是它的原料 它的燃料真的就是data 那尤其是我們做深度學習的 就是相信 就是越多的資料就越好 就是越多的資料 那這個模型就可以訓練得越好 越完整 所以從這個模型開發的角度 我們當然會希望有更多的資料 但是從這個資料規範 還有這個所謂的資料擁有權的角度 當你同意把你的資料交給這些AI模型去訓練的時候 其實會有很多風險存在 比如說那尤其是講到這個去識別化 最簡單來講 我們通常會把比較隱私的東西去掉 比如說我可能把名字 比如說陳頻率換成這個用戶A 然後但是把我其他的資料都保留下來 那你可能就覺得這樣子就安全了 你就不知道這個人是誰 但是其實你仔細想想 這樣並不一定是真的安全 因為就是你如果真的要找到這個人是誰 我可以用交叉比對 或者是用一些推理的方式把它推理出來 比如說我把講者陳頻率換成講者A 在HitComp 但是如果你要是知道說 那我如果在看其他的資料 如果這個講者是美國回來的 或者是在IBM 那可能馬上就找到我的身份是誰 所以這種去識別化 所謂你把資料去識別化以後 它並不能夠真正的保證別人不會知道 我這個人是誰 他還是可以推敲的出來 所以我覺得很關鍵的一個地方 就是講說去識別化可能有不同的層級 就像自動駕駛一樣 自動駕駛也有不同的層級 可能你可能是要手扶著才能自動駕駛 或者是手可以放開 或者是你必須要踩煞車 這是不同的level的所謂的安全性 那我覺得去識別化 在我們講去識別化的時候 可能也要仔細的思考說 我們的去識別化是可以做到哪一個層級 然後它提供我們什麼樣的資料的隱私權的保護 那這些資料隱私權的保護 保護得越多 可能AI的訓練效果就越差 那怎麼樣平衡 這兩個之間的平衡性 我覺得這都是比較很新的問題 我現在是想說 因為公開這題目實在太尖銳了 就是那個方法為何可能在這邊 這場合是真的沒辦法討論 方法 但我提出幾個當然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就是其實對於很多的電商服務 或是說資料分析人來說 我們最主要是分析人類消費的行為 但是我們又不能把人的名字記住 那所以剛剛平衡學長講到說 那人民去掉是有什麼差別 可是大家忽略說其實很多資訊 很多的future可以描述一個人 對於很多的AI公司來說 我不用知道你的名字 但是我可以知道你買過什麼車 養過什麼狗 在哪裡念過書 在哪裡工作過 幾月幾號做了什麼事 生日幾月幾號 我除了你的名字不知道之外 我其他都知道 基本上你這個entity已經identified出來 我只是沒有給個name這個label而已 所以有時候那個名字已經不是重點了 重點是剛剛徐醫院提到的 這些future的entropy 能不能描述這一個entity 如果能夠很精準的描述出來的話 其實這個已經不算去識別化了 它已經知道是誰 只是沒有寫名字上去而已 那對於很多的 privacy的保護跟商務的應用 就會有個衝突的情況 很容易有衝突的情況 比如說GDPR可能要限制一些使用的規範 但是我們又要希望 machine learning 要learning 出來 那這個衝突其實很難避免 那有一些 有關privacy的標準 我這邊就沒有特別提 就是有一些 有些國際的標準在講說 資料怎麼混淆的標準 這其實是有規範到的 有規範說資料應該怎麼保存 跟怎麼處理的 那這個平衡就是最難抓的 對 machine learning 都想要找出後面的人 但是資料 資料不想給很清楚 我可以再舉一個很有趣的例子 我的同事叫做 蟲培凱 草蟲的蟲 那如果他去掛號叫做 蟲圈凱 全世界就只有一個 性蟲 台灣也沒幾個人 這個性很特別 所以這個性別的 這個姓名的性的feature 是很容易locate到 identify 是哪一個entity 所以有時候這種趨勢別的話 也就是做個樣子而已 所以大家 對 只是做樣子 其實對駭客來講 我不用知道你的名字 但是你是誰 我都夠用了 我是電商 我只要你的消費習慣 你的名字跟我來講 根本一點都不重要 對 其實剛剛兩位都講應該差不多了 對啊 最後一個反而比較難 對 最後一個反而比較難 對啊 其實 我們一般做 大概也就是剛剛說過這些 那 剩下的可能就是 現在其實有蠻多 越來越多一些方式 就是 我們本來都是要把資料 做集中化的一個訓練 就是我現在要把資料 全部都轉移到我的server上 然後再去做training 再去做模型的訓練 但是現在其實 為了讓這些server 我不要集中性的碰到 所有的這些識別 那其實我就是 在local端 在local端 就先去做一些部分的training 那現在其實有很多 類似這樣的方法 那當然這就 某種程度上就不是去識別化 因為它其實就是一種 大家分工去做 分散式學習的這種 這種概念 那分散學完以後 再把所有你學到的東西 再往上丟 那理論上是 就可以讓這個識別化 去識別化的這個情況 比較完整一些 對 那這當然也是還蠻新的 大家都還在做算做研究 那 但是這個其實就是我剛剛說 其實在這樣的情境下 除了在個人個人的這種去識別化之外 那其實你在這種公司醫院或者是我同行 但是我有這種共同資料可以拿出來做學習的話 那這樣其實也是一個蠻好操作的一個方式 好 謝謝 那其實剛剛在回答過程中已經 我要站起來 已經稍微回答了我們下一個題目 對 對 那當然 所以剛剛其實像Burnman這邊就有提到說 雖然說去識別化 例如說把名字拿掉 那 但可能你其他的部分 身高學型地址什麼的 都已經可以推敲出來是你 那從另外一邊 評論學長也講到就是說 可以透過一些交叉比對的方式 然後去 可能把這個人的身份把它推出來 對 那當然避免的方法 一些分散式的機器學習可能是可以往後做的 那所以 其實大家剛剛已經回答過這一題了 不過我想問問看說 有沒有要補充的 剛剛那個 那個名字 有個專有的名字吧對不對 聯盟 聯盟是 Federated Learning 對 那其實有兩種 一種叫Federated 然後另外一種叫Split Learning 對 甚至還有你把兩種都加在一起 對 這個我補充一下 我用比較白話的方式講一次給大家聽 就是大家能理解 所以 局裡有一些東西為了要改善它的 performance 我不可能交換資料 但是我會需要改善它 像你的輸入法 你的電腦上的輸入法 你發現打久之後 它拆字拆得越來越準了 但它為了要能夠update這個model 它不可能把你所有輸入的資料傳到雲端 比如說Microsoft的中心 然後一起改善它的那個 輸入法演算法的模型 不行 它上傳東西只能傳部分的model的一些結構 或是參數上去 它不會傳data 所以這個就是剛剛講的Federated的learning 就是在像Edge端有一些小運算 然後一起合在一起之後 可以改良整個模型的performance 其實我們現在在想 其實台灣有很多中小企業 那所謂中小企業 就是他們其實有一小部分的資料 但因為小 所以資料並不是太多 如果它自己一個entity要做一個project的話 實際上是有很大的麻煩 因為它可能出不了這麼多錢 那可能也沒有這麼多人 但是像剛剛講的這種training 那就是我可以找整個這個業界 這個生態圈 那大家一起來貢獻資料 並且不會有這個 把我公司機密資料 丟給同業的這個問題 那就可以 或許可以做出一個 共通的叫做平台 讓大家可以一起使用 對 或許對這個業界會比較有幫助 對 我想說其實對資安 因為在資安領域其實大部分資料 都會是機密的 所以可能就會特別需要這樣的一個方法 對 那不過回到剛剛部分 因為剛剛提到說有一些資安的標準 那我想問一下在學術圈上面 有沒有人對於說 去識別化對於學習的這個 一定會破壞一些學習的效率 對於有沒有人有做過比較量化的分析 或比較formalized去分析說 怎麼樣的去識別化是ok的 怎樣去識別化是會破壞掉 學習的這個效率的 對 那有一些研究已經在分析 所謂的就是privacy 和utility的trade-off 就是你對資料的隱私的要求越高 那utility就是所謂的這個模型的 這個優的好處或優點就會降低 那這個似乎是 就是一個不能避免的問題 因為你把資料保護得越好 那保護的方式通常我們都是 破壞那個feature 就是加一些noise到feature裡 去破壞它的這個結構 那當然你就把 等於說你把不同的user 變得越來越像 所以他們不知道到底誰是誰 但是這樣子就表示說 你那些重要的feature 本來可以去區分好壞 或者是區分這個 做判斷的東西 就變得越來越模糊 讓機器會越來越來學習 所以這個privacy utility trade-off 是學術界上一個很 就是都是well known的問題 然後也就變成是大家 但是我們又必須要遵守這些資料 然後隱私的規範 然後當就是剛講的GDPR 這些要求下當有一個user 想要把自己的data 從任何的資料庫 或者是AI的系統 訓練在這個資料庫上的相關的東西 都拿掉以後 那必須要怎麼樣做到這件事情 所以這就是我覺得目前比較需要處理的問題 好 所以在這邊我們已經討論了蠻多 剛剛其實大家也都討論到像GDPR 或privacy的問題 對 所以就承接這個部分 從GDPR開始 如果你用的一些系統裡面有user的隱私資料 那可能都會需要去移除 那如果沒有的話 那可能應該是要罰蠻大一筆金額的 對 那所以我們衍生的另外一個問題是說 今天假設說 像剛剛我們是使用者上傳資料前 在處理前我們要做去識別化 不能讓他認出來 那另外一個情境是說 今天我使用者已經上傳了資料 但可能過了五年 他今天 例如說選上總統了 他覺得說 我不要把資料給你太危險了 他要求你去移除這些資料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 從我們的一個match learning的系統中 去移除這一筆的資料 或移除他寄下來的東西 那以及說 他移掉了 那我們怎麼知道他真的移掉了 怎麼樣做verify 那所以這個問題想要請大家 分享一下說 有沒有辦法做到這些事情 我目前看起來你要做到verify 應該是還蠻困難的 對 因為其實 Match learning就是有個特性 它不是那麼固定的 對 那現在看到有些人做的 當然就是 我今天 好 你說要移掉 那我就是真的把它移掉 於是 你最笨的方法就是 那我移掉之後全部重train 那全部重train 比如說 那像那個 ImageNet上面這些model 全部重train 可能是一個月或一個禮拜 對 那當然就是非常大的 effort 那所以有些人 現在有一些paper就是說 那我們為了要符合這個GDPR這個要求 那所以我們在training的時候 我們就事先把架構先做區分 那也就是說我今天把架構分成好幾等份 那 不是說架構吧 data分成好幾等份 maybe 是 如果是台北市的話 maybe一個行政區做一個等份這樣子 那我今天分了好幾等份去做training 然後最後再做 再合併起來 那於是呢 如果我今天要求我要移除南港區的某一個人 那其實我只要南港區的那一部分 重新做training就好了 那這樣子的話 理論上是 至少我的時間就會少掉蠻多的 那這是 這是目前看到比較直覺 或比較快速能達到的這樣一個做法 或者是直接把南港區移掉就好了 就不用重新 全部移掉 對 我今天早上在想這個問題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突然想到那個中乳石 中乳石不是從上面滴一滴水下來 然後會在下面形成石碎 其實我們machine learning其實蠻像的 那個一滴水下來會形成石碎的高度多高 其實每一滴水我相信是不一定的 那也就是說 每一筆 data 就每一個user data 進來之後 你會改變這個model的參數改變多少 搞不好根本沒改變 其實都是不一定的 對 那也就是說我今天無法要求這個石碎的中間 我到底要拿掉高度拿掉多少 這是無法 目前是無法得知的 對 但是其實反過來說 就是有些人的資料是不是特別特殊 他可能在你機器學習學到的東西 是從這個人 例如說他的身高體重很特殊 在這個區塊內的結果都是由他決定的 那你把這個entity移掉之後 會不會造成整個machine learning的performance 就下降了 我還是覺得 我會對你題目很多問題 我覺得這個題目實在是 不是研討會應該好好討論的 那我可以分享一個是 我聽過某一個 我不是要講國家 某一個國家 他們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 他們內部的 國家的一些machine learning的系統 或資料系統 都不會收集政治人物的 只要遇到政治人物就直接例外處理 就不處理 就是只分析民眾的 對 他們有做這種比較敏感人士的處理 所以他們是沒有辦法查政治人物的資料 對 免得被難在哪裡利用 對 所以從資料 可能從資料本身 使用情境上 他就開始介入 就開始調整 避免這些問題 對 那最後評論學長有沒有什麼想法 對 我可以舉一個比較具體的例子 大家有可能玩過很多那種Facebook的那種APP 什麼 預測年齡 預測什麼 比如說你可以輸入你的臉的照片 然後可能就比如說 預測你是住台灣的哪裡 那如果你今天是一個user 你就上傳 那發現 這個人 竟然可以預測我住台北市 然後我真的住台北市 那你就會很害怕 你想說 哇 這個模型是不是用了我的資料 然後我的隱私被洩漏 那我要求要移除它 好 那你是這個APP的開發者 那你要怎麼移除它 那你要怎麼verify 告訴user 我真的把你移除掉 所以最簡單的一個做法 可能就是 你真的就去把你的模型稍微改變一下 那改變的方法 這個就很 還是 還是還在研究中 那比如說可能就是 在訓練 訓練模型的時候 你要規定它不能太依賴於某幾個 user來判斷 到底是住在哪裡 那 反正你改過以後 你怎麼去verify它呢 那可能就是簡單的方法 就是你再上傳一次 這個一樣的你的臉的照片 那如果它預測出來 就不是台北市 或者是它預測出來 基本上就是每個縣市都有可能 那你可能就比較放心說 對對對 那這個AI模型 猜不出來我到底是住在哪裡 表示我的資料被移除了 那當然verify 有很多種層面 這個是最膚淺最簡單 就是你單純從預測的結果來判斷 我到底有沒有把我的資料忘掉 那當然這個也不代表它真的把你忘掉 它可能只是改變它的預測行為 讓你覺得這個AI模型把你忘掉 這也是有可能 不過這是這個應該是這種 從預測的結果來判斷 有沒有被把資料移除 可能是一個最簡單 然後最基礎的方式 我是要用另外一個model去偵測說 model training前後有沒有一些不同的點 對 基本上就可以把你的model 就是比較model的修改前 修改後的預測行為有沒有改變 那這個改變 如果讓user覺得說 好你改變過後 那我覺得沒問題 你猜不出來 那我可能就OK 沒問題 對 對 好 其實我覺得在這邊 去learning很多的問題 都跟我們網路安全 網路世界很多問題是相關的 其實像 最近很多人在探討說 就不是資安相關 不管是我們人在social network上面的隱私權問題 我是不是可以移除我30年前的照片 我30年前的資料之類 那我覺得這些問題都是蠻像的 對 那從這個部分我們就再往下 我看一下 再往下 嗯 嗯 好 對 其實我們問題 還 對 還蠻 就快要問完 所以接下來應該就可以看一些台下聽眾的一些提問 對 所以大家也可以再多分享一些不同的東西 對 對 那所以剛剛我們討論的部分主要是關於隱私權的部分 以及使用者怎麼樣去移除這些東西 那這個部分其實我們剛剛也提到一些部分 一些部分 但是我們可以再多更深入討論 看大家有什麼不同的想法 對 所以延伸我們的應用 那今天如果是說有多個銀行 那這些銀行 互相之間想要進行一些資料的分享 那各自的銀行要怎麼樣保護自己的privacy的data 對 那其實當然有可能有什麼樣的攻擊會發生在這上面 那Jack 由您先開始 嗯 好 這 這其實就是 嗯 現在進行式嘛 就是 其實不要說多個銀行啦 其實台灣 我們隱私權 隱私法應該有規定說 比如說像富邦銀行 每一個銀行 其實每個銀行很多 他除了銀行之外 他通常都還會有證券 會有人售 然後甚至會有保險或者其他業務 那通常我們簽那個個資的時候 他應該都會簽說 你這個 這個資料就是只能在銀行用不能拿去人售用 就是這中間是不能這樣交叉隨便去做取得的 那所以其實在銀行裡面就是這整個銀行的集團裡面 他們要做資料分享其實也是碰到同樣的問題 就是我even 我在銀行裡面 我也不能隨便拿我人售的 的user 來做銀行的一個project training 所以他在銀行裡面就必須要建構像剛剛說的這種聯盟室的訓練的這種資料結構 這種訓練的方式 那讓我這整個集團甚至有的更大 他可能有做電商有做各種服務的 有做電信的 那我就可以把整個集團的各種不同的資料 都經由這樣子的一個訓練架構 然後去產出我想要的這種AI模型 那當然這個AI模型他看的東西有可能就會包山包海 因為他知道你銀行帳戶有多少錢你的花錢的歷史 那他也知道你進帳你的薪水多少 你有多少錢放在股票上面 多少錢放在保險上面 那甚至你每個月的電信花費多少 你的在電商上面消費有多少 那其實幾乎把你的生活的整個輪廓都涵蓋掉了 那所以其實他就可以非常focus的 就是瞭解你這個人到底是怎麼樣一個狀態 那這個其實是 就現在就是這樣在進行中 對 Bermyn 你們這邊有沒有什麼想法 我有離職動議 我會建議這個可以通過 因為我們其實已經討論完了 對 Fed-related learning 其實就可以解決 在 machine learning 裡面這樣做 那剛剛講的是資料管理的辦法 所以我的建議是可以多點時間讓大家有問題 那我覺得這一題我們就可以再往下深入一點 那像 還有更深是不是 對啊 我覺得Fed-related learning 我覺得蠻有趣的一個概念 我們把資料分散成不同的 就不同塊 然後可能交給不同人去training 那避免資料去洩漏 那反過來說 在這樣的一個情境下面 有沒有什麼攻擊者 有沒有可能去取 透過你可能 learning 一部分 那你知道一部分的東西 你可不可能放假的資料之類的 有沒有一些攻擊的手段 可以針對這一類 federated learning 去做的 對 這個我可以補充一下 就是套用我剛剛之前講 我研究的邏輯就是 就是我們也對聯邦學習非常有興趣 因為它真的就是一個企業 或者是大家覺得未來為了隱私的考量 還有不分享資料的考量 但是又想要一起 train 一個好的 AI 模型的 一個很合理的集氣學習的方法 那我們當然也是去研究 在這個情況下 攻擊這個最後訓練出來的 所謂聯邦的模型 到底是更容易還是更困難 那結果我們發現其實這樣的攻擊 是更容易 怎麼說呢 因為你現在變成是有一個聯邦 那它會從各個所謂的worker 去拿他們的local model 然後train一個global的model 那當我們最後 如果Attacker最終的目的 是想要攻擊或者是放木馬 進去那個聯邦的模型 其實是更容易 我只要控制幾個 少數個local model 然後我稍微改變我local的data 把這個木馬放到我的local data 然後上傳到local model 然後再傳進去聯邦模型 我就可以有點像是侵入式的感染 就是傳染到那個聯邦的模型 那就是因為隱私權的問題 讓這個聯邦的模型 你在訓練的時候很難去判斷 到底local data local worker傳上來的東西 是有害的還是沒有害的 因為就是隱私權的考量 我只能根據你給我的東西去學習 那就是因為聯邦學習的時候 對local端知道的訊息更少 反而是更容易 從這個AI模型的安全性來講 反而是更容易被攻擊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可能大家都 在期待聯邦學習對未來 就是銀行業或者是保險業 醫院這種對資料隱私要求很高的東西 機器學習的這種發展性 但是可能大家還沒有想到 它可能引申出來的一些安全性 還有可能的傷害 好 謝謝 好 大家可以再多補充一些 我看一下下一個問題 好 站在這邊看得到 對 對 那 對 其實像我們這個問題 我也是額外再加進來的 對 現在應該還有些時間 對 應該還有些時間 所以就想問看大家 其實 我們在做Mature Learning的時候 我一直認為一件事情就是說 不應該把Mature Learning 當作是一個黑盒子或黑洞 然後把什麼東西丟給它 然後就相信它 而是說它學完東西之後 有沒有辦法告訴我們什麼 有用的知識 所以想要請大家分享一下 在過去做的經驗中 有沒有什麼你覺得說 這是機器 學出來的Model 來教會你的事情 好 我想一下 這實在是 空間處真是難倒我們了 那我分享一下 我們的經驗 好不好 我們的經驗 以我們真的在業界實用來講 我想資安領域來講 我們最害怕的其實是誤判 但是我們又需要自動化 那自動化當然會帶來一些 邊界上面決策上的一些模糊 所以那邊會有個誤判區域災 那我們做法是怎麼做 我們希望我們的報告 是可以解釋的 很重要 因為如果附上解釋的reason reasoning的話 看這份報告的人 就容易知道take action 所以我們都希望 在我們的經驗裡面 我分享我的經驗 我們其實很少 用NN類型的approach 我們都會遇到一個新的task 先用比較傳統的 machine learning的方法來做 甚至用一些tree based的方式來做 那些方式是很好解釋的 因為它做出來的結果 就可直接映射到那個領域的feature 所以可以做出專家容易識別出來的結果 知道這個模型的performance好更壞 那確定完這樣的做法解法 或者是feature空間 是適合解釋問題的時候 我們再把某一個部分做optimize 也許用NN來做approximator 更精準來做 所以我的建議是如果以資安領域來講 我覺得可解釋很重要 因為machine learning不可能真的產生人類的智慧 至少我們已知的電腦 我不知道了 至少我們已知的數學 或是電腦邏輯 是不可能產生人類的智慧 所以人工智慧有一個很大的迷思 就是智慧本身 所以我常在演講講一個例子 你不要講人工智慧 你講人工小聰明 大家就不會誤解了 它根本就不是智慧 它是在特定領域裡面 可以把某件事情做得很好 那你講它小聰明 你就不會害怕了 因為現在以而傳而是說 大家說我都沒智慧 結果電腦居然有智慧 所以大家很害怕 其實不用害怕 因為它就是人工小聰明 所以回到資安領域來講 我覺得如果你體現到這點說 其實它不可能解決所有問題 那你應該focus在特定領域 然後了解這個task的特性 然後做出可以解釋的 比如說你現在是做醫療系統的 現在決定這一刀要不要割下去 你不能只給個分數說 這邊87分要割下去 這很可怕 那88分跟87分差在哪裡 沒有人知道 但是如果你附上 可以解釋的description 或是一些reasoning的話 那專業的醫生就知道 這個合理這裡要割 你機器講得沒錯 或是他判斷 他是講對講錯話 就可以依據在 那我覺得這會是 大家真的在使用它 就剛剛徐平學長講的 我覺得可解釋很重要 大家理解它 就不會毋用它 那 machine learning 會告訴我們什麼事 就是它至少可以 我覺得它不會告訴我們 太多東西 他們只能在我們 有限的範圍內做決策 而且現在大部分的 machine learning 都是做像 classified或是 classified的一些 以組合為主 所以 machine learning 有個很大的盲點 大家必須要理解 它對於 uncertainty 還是很難描述的 就是說 你現在訓練了 梨子、蘋果、鳳梨的模型 它只能在這三個答案中 選一個 你給它西瓜的時候 他還說這個就是鳳梨 因為它只能從三個答案中選一個 所以 它沒有辦法描述 uncertainty 因為 uncertainty 是不能被 邏輯描述的 我們 我們也不可能窮集 收集全世界所有的惡意城市 然後訓練出一個無敵的 惡意城市偵測的系統 是不可能 因為你收集的樣本 不能涵蓋這個領域所有的資料 所以這是我的建議 你要了解數學工具的極限 再了解你問題的特性 這樣會是一個比較好的旅程 可以這樣說嗎 對 我覺得這個問題很好 我覺得大家都不要把AI太神格化 有些人就會覺得說 反正AI無所不能 我就什麼都是都交給AI 然後AI講的都是對的 它的判斷都是對的 那其實不用 你可以把AI想像是一個人 那它可能是一個 計算能力比你更強的人 所以它可以很快告訴你 從這裡到另外一個地方 開車要多久 走路要多久 然後給你講最佳的走法是什麼 這個是人做不到 但是機器有運算能力 它可以做得到的 那我覺得比較未來 我覺得比較人跟AI 互動的模式應該比較像 大家像看過鋼鐵人 他有一個 他有一個所謂AI助理叫Jarvis 他就會說Jarvis 你幫我算一些東西 那算完Jarvis就跟他說 目前有什麼什麼方案 那我建議你做什麼什麼方案 那風險率有多高 但是最後做最後決定的人 還是那個使用者在做決定 我覺得這是一個 就是人所謂人機互動 比較好的一個模式 就是你不應該完全的相信AI 但是AI的確有很多 我們很期待一些 已經有做一些 非常在科學上很大的突破 比如說最近有人用AI 來去研究一些物理上的 模型的困難的地方 比如說這種三體模型 就是人覺得很困難的地方 但是用AI的方式去 就是用人跟AI 一起去探索未知 這個部分 我覺得是很exciting的地方 就是人可能有人的思考的盲點跟局限 那AI可能就提供一個不同的思考的模式 然後幫我們找到新的物理的定義 那比如說最近AI 也有拿去做一些交通流量的管制 那大家可能會想說 為什麼會塞車 可能就是蝴蝶效應 再有幾個人隨便變換車道或隨便踩煞車 那可能接下來就會塞車 那AI如果發現了這件事 它可能 假設所有每一個人的車都是自動駕駛的話 它可能就會自己協調 自己協商 那大家可能開車就開得很順 都不會塞車 所以這就是AI 可以對我們帶來的好處 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在探索位置這邊 我們就是要可以利用AI 去幫助我們用強大的計算力 去幫我們更有效的探索我們不知道的東西 那另外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 所謂AlphaGo 有一場比賽 人家就說那個是繩子一手 就是某一場比賽跟理事實下的時候 他下了第37步 所有的圍棋專家都說他在亂下 結果下到後來AI贏了 那些圍棋專家再回去看 才承認說 對 這一步真的是關鍵 因為他在幾十步以後發揮了非常非常重要的關鍵 然後贏得了那場比賽 那為什麼當初圍棋的專家沒有辦法 理解這下的這一步 因為圍棋專家再怎麼聰明 他大概頂多能夠推到十步二十步 但是AI因為強大的計算力可以推到四五十步 他可以下得比人類更好 但是這些東西圍棋專家也說 他下了這一步人類完全沒有辦法 對人類沒有意義 因為你這一步完全是依靠計算能力 得到了結論 對人的學習 或人了解怎麼樣下更好的圍棋的策略 完全沒有任何幫助 所以那基本上我講這個故事 就是希望大家想一下怎麼樣利用AI的好 怎麼樣利用他的計算能力 但是又不要被他的 不要過度信賴或者是過度相信 他做出的判斷 那只要我們好好的使用AI 就了解AI 然後讓AI可以更具有解釋性 我覺得我們的科學和我們的生活 都會有更多的突破 那Jack這邊要不要分享一下自己的想法 那其實差不多順著兩位說 那就是 對啊其實 目前AI就還沒有這麼聰明 目前AI其實就是一個 可能在數十年後你就覺得它只是一個計算機而已 就是比較厲害一點 那可能會聽你的話 幫你做一些比較強大比較多的計算 對啊 那但是 但我們現在要注意的其實就是 那你到底要做什麼樣的計算 那前面也提到說 我們使用者 我們的使用者資料 我們的各種資料 你要做去識別化 要做 要做什麼樣子的轉換 那這些其實最後還是回到說 那你到底想要做出什麼樣子的AI模型 那為什麼 因為其實就是 你要 你要 你要得到什麼樣的東西 你要什麼樣的數就要怎麼樣中 就是 你要告訴他這個是好人 這是壞人 那你就是每一次都要告訴他是對的 那 你如果把一些比較關鍵的一些那個 feature 拿掉 比如說剛剛 評語有說 從北國回來 你就把這個拿掉 我相信就很難找得到他了 對啊 那所以 大家都必須要很awareness aware你到底 你的資料 你放進去的資料 到底是什麼樣的東西 那 你產出來模型才會是 才會是有意義的 那 為了準備這個 其實我也看了一些研究 那這些研究其實告訴我說 蠻多人其實把這些模型 模型在做一些交叉比對 交叉 交叉的那個 對 就是交叉比對 那 讓我感覺有一種 那種像三姑六婆的那種感覺 就是三姑講了什麼 然後六婆講了什麼 三姑說他每天都很晚回家 六婆說他常帶一個女生 然後於是你就會發想出 那那個人是怎麼樣子 對 聽起來現在的這種 AI的 就是 privacy的bridge 聽起來蠻像是 類似像這樣的狀況 就是 我們用模型去做一些互相交叉 資料或模型做一些 互相的交叉比對 然後於是你就會 會冒出 跟原本這兩個模型可能是 是 利益不太一樣的東西 那這或許也是我們接下來 必須要再多注意的東西 那 大概這樣 好 謝謝大家 那其實現在 我們時間應該差不多了 那 其實今天我們就是很幸運的邀請到 其實不同領域的 有些是做資安加盟去learning 對 因為看時間都不太夠了 對 那我剛剛看線上發問 好像沒有線上發問 沒有問題 對 那 所以我這邊就先做個總結 那當然如果待會有問題 大家都可以歡迎再過來跟我們討論 對 所以我們找三位 從不同領域切入的 一個是比較偏 mature learning 實作方面的 一位是比較在學術研究 前端研究的 和 mature learning 再加上資安的 的berman 對 那我們從三個不同的角度來看 那我們討論的問題主要說 關於隱私權相關的問題 所以我們從隱私的部分切入 我們資料的做去識別化 和去識別化之後的風險 以及後面的 我們有沒有在 mature learning 裡面做一些遺忘權 怎麼樣去遺忘掉以前的資料 以及怎麼樣去多人聯合 做一些 Federal learning 這些議題上面 做一些討論 對 那我們 當然希望大家可以 透過這個議程 稍微多了解 mature learning 裡面的一些 應用和未來的一些 issue 然後可以多投入 mature learning 這一塊 對 那現在時間差不多 那我們這場議程就到這邊結束 那謝謝大家參與 那也就掌聲 感謝我們的與會者